肺炎鏈球菌最主要我們聽到的名字應該就知道它是跟肺炎有關 但是其實它也可以影響到我們身體的其他部分 那所以另外一個名詞我們會說是侵蝕性的肺炎鏈球菌的感染 那平常會在哪些地方 尤其在小朋友的中耳炎其實還蠻常發生的 那肺炎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大家平常也許會覺得這個名詞沒有這麼的熟悉 其實是因為肺炎鏈球菌其實它在培養上有點困難 有時候你在坦克出來的時候 那在送檢的過程中其實它就死了 所以你在培養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抓到這隻細菌 但是其實在國內外不管哪一個國家做肺炎的研究 在好好收談的狀況下其實肺炎鏈球菌都是第一名 就是最容易見到的一個致病菌 那尤其是在年紀小的小朋友 還要在承認老人的部分造成的死傷其實是最嚴重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到了秋冬的時候 就會趁著大家要打流感疫苗的時候 一起詢問我們的病友 是不是要連肺炎鏈球菌的疫苗可以一起做出社 其實肺炎鏈球菌的疫苗的施打 其實是沒有季節限制的 只要當時沒有發燒沒有感冒或是其他一些嚴重的疾病 那就可以來打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那目前現行在市面上有23架的多糖體的疫苗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叫做結合型的13架的疫苗 那其實在有這種結合型的疫苗以後 我們真的覺得他對肺炎鏈球菌的預防有非常大的效果 那最一開始是在國外的研究發現 有這個結合型13架或是7架的疫苗之後 在小朋友不管是在中耳炎或是肺炎 這種輕易性的肺炎鏈球菌的感染就下降了非常明顯 那所以後來在13架疫苗的研究發現 那他同時對承認的部分也有相當大的保護的效果 所以在目前的學會 或者是在美國的治療建議裡面 他都會把13架疫苗放在前面 那不過從名字也可以聽得出來 就是13架針對了13種非常常見的肺炎類球菌的菌種做了預防 那23架當然數字多了一些 他還涵蓋了一些其他13架可能沒有辦法涵蓋到的菌種 所以在65歲的長者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先打13架結合型的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之後隔了一年我們就可以再打公費的23架的疫苗 讓我們免疫的持續力能夠維持的更久 那涵蓋的菌種也可以更廣泛 在使用疫苗的建議上面 會有些選擇先打第一次是13架疫苗的原因 是在於他的免疫激發的效果比較好 那在過去的研究上發現他能夠持續的時間也比較長 那我們先把這一波做好之後 再打23架的疫苗的好處是在於 從日常也可以聽得出來23架涵蓋的菌種數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先把第一波13架的疫苗打完之後 還剩下有些菌種沒有辦法涵蓋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一年後的23架的疫苗裡面 把我們免疫力的範圍能夠涵蓋得更麻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過流感疫苗的經驗 像流感疫苗它局部的不舒服其實還蠻明顯的 局部的疼痛或是紅腫也許會遲到兩天或三天左右 那但是發燒也許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同時我們做肺炎烈球菌的施打的時候 可能就要麻煩注意一下體溫 肺炎烈球菌它在局部的副作用 其實差不多一樣會有一些紅腫或是酸痛的情形 但是肺炎烈球菌在我們自己施打的經驗 看起來發燒的機會似乎多一點 不過維持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大概在兩天到三天之內 燒應該自己會退下來 所以這個就請大家在家裡的時候 可能要觀察一下 如果發燒的時間真的太長 會超過三天以上 那可能還是要再跟你的醫師討論 你們可以再次進行